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刚开始这样的决心是因为当初家里的环境也有关系 因为我父亲过世之后 那我就直接回来 因为家里的母亲没有人照顾 很多的呈现几乎都是以自然的环境 跟部落的人有直接的关系 那05年的时候就发现台籍老兵 在部落里面就看到这些老人家就很奇怪 为什么他明明就是阿美族的脸孔 讲了一口非常北清腔的普通话 其实很奇怪 慢慢去跟他们聊天 然后了解之后才知道 是当初在1945年的时候被带去打国共内战 那解缘之后他们才有机会回来台湾 然后就想到翅膀的那个故事 阿美族如果一直在他乡 你可以祈求祖灵赐给你一个翅膀 让你的灵魂能够借由翅膀飞回来部落 那所以在作品里面就做了很多像戴翅膀的一些老兵 在台湾的近代史里面也没记录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对这些老人家是一个 尤其是对部落的部分 既然这一段的历史被消失掉 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最后一定要帮他们立碑 把所有过去遗失遗忘的这段历史 重新再弥补回来 贝勒木的创作它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是很好玩的事情 因为你去挑你去闲材啊 有时候你会已经有主题在你的脑子里面了 然后已经有一个行在你的心里了 然后你刚好就显中了差不多的那个样子 你会觉得很高兴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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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渐带的一些使用啊 像前两年在加鲁兰所作的海神的故事 那我们的一些风年纪的祭典啊 都会有一个为了海祭 跟海神告知说 我们今天今年风年纪要开始了 祈求祝福啊 隔一年会有一些丰收这样 我们这一代还可以去接受老人家 用阿妹语来沟通 那现在小孩子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 那我自己把这些神话故事做出来之后 然后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就传给我的下一代 像去年六月的时候有机会到纽约去展览 那虽然它不是一个很正式的展览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种经验 到外面去看看 会让你思考上面会有一些增长 你怎么样在这么多人当中能够偷运而出啊 各个国家在互相比较的时候 我比较能够优势的地方 我觉得是我自己特有的一些 像我对族群的一些认识 我对我自己母体的一些想法 那当然不是说去提升自己的知名度 或是提升自己的一个价值 那未来 我觉得是要让全球全世界的人 能够看到台湾原住民有比较优秀的部分 希望我能够做得到 对 嗨 快跑 快跑 小羊 快跑 再 manages verb 他 upgrade